大家好,我是茶米 今天周末,天气很好 我们一起去逛逛这边的古董店 赶地一个梦 我们现在就出发 大家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安提哥帽的停车场 这一边就是我后面身后就是安提哥帽的停车场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切换回去 这边一进去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冬天冷,所以说它有很多道能隔绝这个 最后一边就是这个 这个真的这么多啊 那是好吃的 我感觉在这里摆在这里,可能他们去本地旅游的手带回来 他卖25刀 他卖25刀 看看有一只中国的东西 卖70 这个开脸做得不好看 这个开脸做得不好看 这个可能是新的 你看看 这是新的 这个手啊 跟这个脚 神态做的 你看 身上的这些 很奇怪 这 hier 好像这样 有了 ä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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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концipto 那上去 其实卖四十九块 看来不老 王柴 这么小就等着二十块钱 不是一句 perdeu 那你倒不类吗 他们还被积活了 来看来 我没有事 有民伦 这边的朋友 都可以做过 汇荷 他自己的吗 他自己的哥们 帮助你 很好 他angan赌人 还能够同时 一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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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线 增加 多大块 增加 多大块 增加 多大块 增加 当然 增加 多大块 你看里面的那个墙盘盒 你看旁边这一个 这一个 整个家室比较皱沉 可能会伤筋 这个是现代的 你看这个 很现代的 这些哪有这么想的 你看这个贡盘卖一百二次 这贡盘肯定是零果市 下面这个 你不要看它像奇奇 它死的也是奇奇 对吧 对 是一层一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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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 就像一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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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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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叫鹅是吧 应该是鹅 看一下这里 我觉得总体不及 这里不及 不像是拉片 这里不及 这比较多 没其他什么 这一比就是小色 有没有拿到的好色 很喜欢用它的好色 我喜欢用它的好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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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看得到 看得到 它是怎么样子的 那这样才对 看得到 这样才对 好行 这一个柜台 是 中国的一些东西 可能也就是一个 对华文 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这个又不少 这边呢 这边呢 是不同的这个 店家呢 是有不同的 自己的喜好的东西 自己的喜好的东西 你看他这一家 他就是喜欢一些这个 同财 同气啊 这些东西啊 摆见的 这里的古玩店跟国内是一样的 在哪里呢 都是有一个一个的小摊位 小小店主就构成了整个古玩城不同的这个类型不同的系列的一些 因为每个店主有自己不同的喜好嘛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 五花八门 什么都 都有 就跟国内啊 什么杂器啊 什么瓷器啊 什么 他现在这边就是讲 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 他们也有 也有一些这些 有的有区分的 有的是什么 包罗万象 什么都有的 这边跟国内的这个 古玩城不一样的地方 是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你看到现在这个东西 他就这个 这个店主是喜好的这些 油灯 你看所有的古老的油灯 他而且这些指示牌啊 这些老的这些指示牌啊 他都有 所以说他就是 主要是 把展示的是这些东西 收藏的也是东西 交流的就是卖出去的也是这些东西 你看他各种各样的油灯 这边跟他跟国内不一样的是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这里的店主呢 只负责上货 就是把货全部摆上去 贴好标签 标签上面是有自己的这个 店的这个名字的 假的说是B017号 柜台的啊 什么的 多少多少钱啊 都有的 百货是他们 就是讲 他们也会把一些贵重的东西 小件的东西啊 避免这个遗失啊 他会锁到一个 玻璃掌势里面去 在玻璃掌势里面呢 假的说你需要去看这个东西 要上手看这个东西的话 专门的有销售能源的 这个销售能源 它是不停的在这个 古玩城里面去 各个摊位之间走来走去的 穿着工作衣 走来走去的 所以说呢 你只要你在某个柜台 看到的时候呢 你觉得这个里面 就跟现在样的 这个专门的是钱币的 假的说你看到了某一个信仪的 觉得比较要细看它的品像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你就可以招手 让这个销售能源过来 你告诉他这个上面的这个号码 这个锁的号码 他这个上面会标注锁的号码 他就会去收银台那边 把这个钥匙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它打开 打开以后呢 就是想你就上手去看 看了以后呢 有两种结果 第一种可能你很心仪 觉得这个东西可以 我要买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给一块牌子给你 他手上自己拿到另外一块牌子 这个牌子是两份的 就假的说给一个010的牌子给你 你就把这个牌子 踹在你自己口袋里面 因为你还要去灌其他的东西嘛 还要去灌其他的东西 再看一下其他的东西 这个时候呢 你就踹到这块牌子 这个东西呢 假的说这个钱币呢 这一块钱币他就会拿走 他会把放到收银台那边去 专门一个放这些东西的地方 而且把你的牌子放到同一个卡口里面 这样呢 就是说你假的说你在其他地方 又灌到了心仪的东西呢 你也可以秀一下你的牌子 让这个工作人员呢 这个销售人员呢 把这个另一件东西呢 也帮你带到前台去 一般情况下 不要自己把这个东西拿到手上 待会儿一起去再去过这个收银台去拿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个东西小 你可能会把它 磕碰啊什么东西的 假的说东西大 你也很不方便 所以说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销售人员去跟你代劳的 只要你只要看到了你点到了哪个东西 他就直接跟你拿过去 到时候就你走以前就直接去那边去结算就可以了 另外呢 对于这个讨价还价这一块呢 一般情况下小件的东西 他们是不存在什么讨价还价的 就是这样密码标价 假的说有50%直扣啊什么东西 他们也会标注起来 但是对于整体 大家看到的这幅油画 这幅油画就995 假的说你觉得你很幸运 你也想跟他讨价还价一下他玩 你也可以去问一下这个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会怎么跟你说呢 销售人员就会说 人员就会去根据各个店主不同的 各个摊位组不同的这个 他们自己的要求 他们有的就是不提供讨价还价 就是他不会接电话什么东西的 有的呢可能大额的呢 他们也会去接电话 店主可能也会要求就是想 遇到大件的东西 有顾客想买的话可以去讨价还价的 这个是不同的就是讲不同的区分 但是你可以问一下 不一定能有讨价还价的这个可能 但是你可以问一下 他这边呢所有的摊位就 所有的这个里面的所有的摊位呢 就是讲他们店主是不直接面对顾客的 也就是讲 所有的销售都是个人在 就是销售帽里面的专业的销售人员 在负责这一块 大家好我们现在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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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董这个帽里面的这个 宣传厕 大家好 我们现在从 这个 骨董这个帽里面出来 我们准备回去了 嗯 里面东西我也拍了一些 但是 嗯 毕竟在这里这个 滑冷的各种 就不是主流嘛 所以说很少也不多 都是一些 怎么说呢 嗯 大部分都是西冷的这些 毕竟在他们这边 行 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